小汽車觀點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汽車觀點的編輯Mike 今年是馬自達成立100週年 我們來回顧一下馬自達品牌的歷史吧 馬自達的前身是在1920年的時候 由創辦人Mazda Jujiro 在日本廣島創立的 東洋軟木工業諸事會社 當時的產品是酒瓶使用的軟木塞 公司成立11年之後 到了1931年 Mazda的事業版圖 正式的跨主導了汽車業 成立了Mazda汽車品牌 當時取名叫Mazda 除了紀念創辦人松田先生 也就是Mazda之外 這個拼音也是象徵了西亞的 智慧與和諧女神阿富蘭Mazda Mazda 跟創辦人的Matsuda 在念法是相當接近的 Mazda創辦之後 汽車品牌的第一款作品 是稱為Go的三輪車 它的車身結構其實跟機車非常的接近 不過在後方採用了雙輪的設計 中間有一個置物箱 具有裝載能力的一個三輪車 在日本發售之外 其實也有外銷到印度 甚至是中國市場 後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因為受到美軍核子彈的轟炸 廣島也就是Mazda的所在地 受到相當嚴重的重創 Mazda在當時工廠竟然在戰爭中 並沒有全面的毀損 甚至還保持著一定的完好的狀態 Mazda在戰後 作為重建跟救災的工作場所 Mazda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工廠受損程度並不嚴重 所以很快的又恢復生產三輪車款 當時推出的車款 稱為綠色和平號Type GB三輪貨車 那個時候的最大載重 已經來到500公斤 其實可以運送蠻多的貨品 所以對於經濟的復甦 也是有相當大的作用 發展到1960年代 達到一個高峰 當時推出的T2000車系 全長超過6公尺 它的最大載重甚至達到2000公斤 其實跟現在我們當代的小貨車 已經是伯仲之間 隨著日本在60年代之後 經濟逐漸從戰後的蕭條 逐漸起飛 Mazda也把事業的目標 開始投入到乘用車市場 所以到了60年代 就推出了第一款的乘用車 R360 Coupe 這台R360 當時才有的引擎 是V型雙鋼的 356CC的引擎 當時的售價是30萬日元 在當時日本 是最便宜的轎車之一 上市半年 就賣了超過2萬輛 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除了開始推出乘用車之外 當時也有一台 搭載相同引擎的皮卡車款 B360也同步的推出 不過因為R360 Coupe的尺碼非常的小 並沒有辦法滿足到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Mazda到了1962年 就推出了更大台的Carol 他一開始供應4個車門 它的動力部分 換上586CC四缸引擎 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 快要發展成 每一個家庭幾乎都會買車 Mazda到了隔年1963 就推出了第一代的Familia 這個車系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現在馬三的前身 這個車系 它同時提供四門跟雙門的車型 引擎換上鋁合精緻的 782CC 水冷四缸引擎 那就比較有當代化的乘用車的雛形出來了 Mazda當時也為了要打入高級市場 推出了稱為Luz的豪華房車 這個車型它在外觀部分 是來自義大利的喬治亞羅的工作室 造型跟早期的Mazda車款 就有相當大的不同 當時採用的引擎是1490cc的直列四缸引擎 最大馬力有78P Mazda除了乘用車的產品逐漸多元 到了1960年代 在中後期也開始推出了一些箱型車 福特載卡多這個車系的前身 Mazda Bongo 車系 就是在1966年登場 當時這個箱型車 同時供應可以載人的跟載貨的版本 是當時非常暢銷的箱型車作品 那Mazda因為開始賣了這麼多車 公司的財政跟經濟有了基礎 開始去學習一些新的技術 像我們旁邊這一顆轉子引擎 就是Mazda這個品牌在車壇中 相當為人稱道的一個技術 不過Mazda其實並不是轉子引擎的開發者 轉子引擎最早是來自德國 NSU 品牌 由Wenkel這個工程師所推出的引擎 Mazda 在50年代後期 就開始要收購這個轉子技術 1967年的時候 Mazda 終於推出了 車壇第一輛量產的轉子引擎跑車 COSMO SPORT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台 是第一輛轉子引擎的乘用跑車 當時這顆轉子引擎排氣量只有982cc 可是馬力達到了110匹 極速達到每小時185公里 0-400公尺加速時間是16.3秒 在當時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性能 Mazda這個轉子技術 也在這台車之後逐漸應用到全車系 乘用車Familia車系也一樣導入轉子引擎 發展出不同的排氣量 當時也是性能非常厲害的房車 轉子技術後來就轉移到Savanna車系 在日本以外的市場稱作RX3 我們可以視為Mazda經典的跑車RX7 RX8車系的前身 在1991年就使用當時的利曼賽車787B 奪得了24小時利曼大賽的冠軍 是一個日本車廠的創舉 Mazda 在1989年的時候 就推出了一個Mazda Roster 也就是我們熟知的MX-5這個車系 我們這邊有一台的是第一代的NA車款 它這個車型採用了先登式的設計 但是到了二、三世代就沒有再提供這個設計 所以現在看還是非常的經典 Mazda這個品牌呢 在1974年開始到2015年之間 其實是跟Ford有非常深的關係 因為當時Ford買下了一些Mazda的股權 所以兩個品牌之間的雙升跟合作的情形 就非常的深遠 像我們在台灣呢 過去Ford我們看到了天王星、全雷達、Tierra 都跟Mazda之間有非常濃厚的血源關係 當時Mazda在日本1980年代 可以說是泡沫經濟之前最高峰的時候 Mazda就因此有相當大的野心 推出了一個多品牌的策略 當時有個稱為UNOS的品牌 是走豪華高階的路線 AUTOZAM是走K卡輕型車的路線 我們這邊有一台是來自AUTOZAM的AZ-1 它是一台尺碼非常小巧的輕型跑車 採用了657cc的三缸渦輪引擎 做它的動力來源 因為車身非常的輕巧 其實它開起來應該是蠻輕快的 而且你看它的設計 它配置有OE4的車門 對於成本來說想必是非常的高 那也就只有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背景 才有辦法推出這種車款 另外還有稱為Affini的運動化性能的品牌 我們可以看到最明顯就是 當時的RX7車系 有部分就是掛上這個品牌來販售的 Mazda這個三品牌策略 當時擴張了非常多的產品 甚至也在北美市場 歐洲市場都有導入這些豪華車型 像是稱為Unos Cosmo的豪華雙門轉子跑車 採用了三轉子引擎 最大馬力受到日本自主限制 控制在280匹 當時是一台Mazda空前絕後的一個頂級跑房車 那Mazda的歷史 在這樣的一個百週年的歷史當中 從一個軟木塞工廠 發展到現在年產規模150萬輛左右的品牌 現在主要的技術就是Sky Active的技術 包含了Sky Active X新的動力 也開始在一些市場陸續的推出 那今天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台灣Mazda推出的100週年紀念車 現在就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到現場看看100週年紀念車吧 好 各位小溪車觀點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馬自達敦化展示中心 今天台灣馬自達引進了四款 100週年的紀念車款 分別是Mazda 3 五門 以及CX30 還有MX-5 軟頂 以及MX-5 硬頂 總共有四個車型 在售價的部分 Mazda 3 五門車型的售價是102.9萬元 CX30 的售價是112.9萬元 MX-5 軟頂的車型售價是139萬元 MX-5 RF 售價則是156萬元 好 這一次馬自達引進的100週年車款 在外觀設計整體的設計方面 是取材制 第一款成用作品 R360 Coupe 當時他就採用了白色的車身的造型 搭配紅色的車頂 那這次引進的四個車型 全部都採用了耀雪白的外觀烤漆 搭配了專屬的100週年的飾板 那我們看到在CX30跟Mazda 3 都是在前頁子版上面 有一個100週年的飾板 那在MX-5 車型 則是在側裙的後方 有一個100週年飾板 好 我們看到在輪圈的部分 都換上了100週年專屬的飾蓋 在外框以紅色最似 看起來跟一般的車型有相當大的差別 好 我們看到在內裝部分 100週年車款全數都採用了 九韻紅真皮座椅 在頭枕的部分 有一個100週年的專屬廠灰的烙印 另外在地墊方面 也都換上100週年專屬的 九紅色的地墊 在內裝飾板是採用了白色的皮革飾板 好 另外除了在車子本身有差別之外呢 100週年車型也擁有專屬的車鑰匙 可以增加它的收藏價值 以上就是100週年車款的差異部分 好 那為了要讓消費者 可以有機會欣賞100週年車款 台灣馬自達規劃在本週末 8月1號 8月2號 在全國展示間 都舉行了100週年車款的賞車活動 那消費者前往現場賞車 就可以獲得專屬的禮物 那如果有訂車的話 還可以收到R360 Coupe模型 作為交車禮 以上就是馬自達100週年紀念車上市的特別報導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對Mazda這個品牌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對100週年車款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提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